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想动弹 那么就把一切都放慢脚步吧 这里是娱乐秀 我们也慢慢的说 您也慢慢的听 好了 来到今天的娱乐秀 来关注最新一期的娱乐新消息 首先关注某女郎 这位叫刘浩存 你还对她有印象吗 她也发布了最近参加 巴黎时装周的一组照片 身穿棕色的皮衣和皮裙 还有高筒靴 竟显她的身材优势 但是表情还是挺灵动可爱的 在中国内地 十一国庆节的这个重要的节日里 有网友发现 在9月30号晚上播出的新闻联播 哇 这个央视的七点钟的新闻节目里 出现了一个画面 是来自台湾地区的知名演员 伊能静 正在参加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就这么几秒的时间 然后11号 伊能静也通过个人的微博账号 发长文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也贴出了参加招待会的邀请函 以及自己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流影 的确网友们看到的 这个新闻联播里的图像 就是他 坐在那个大圆桌上面 然后在微博中发文 他写道 我们的父辈从苦难中一路走来 梦想着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和和平 如今孩子们不再需要经历体力上的劳苦 更多的是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奋进 从劳力的年代 跨越到人工智能的时代 我们有幸见证了这一路变迁的奇迹 这只是一小段哦 很长的文章呢 然后有网友就评价说 嗯 这个伊能静小作文确实写得蛮好的 娱乐圈难得能把话说明白的人 之一 伊能静是1969年出生在台北 祖籍是山东济南 在嫁给了内地的演员秦浩之后 就一直定居在上海 这边再来关注到这对夫妻 知名的模特金大川 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晒出了 妻子隋小文 她也是一个模特走秀的照片 然后配文称赞说 孩儿他妈刚生产完 真的是吃着吃着就瘦回去了 哎呀 真的是天赋啊 然后照片中的确隋小文身材 还是一下子纤细了很多 气质仍然是那么出众 真的也完全看不出是 之前生过孩子的妈妈的感觉 不过呢 我查了一下 她是去年八月份生的孩子 不过作为模特儿 有这样的一种工作的自律性 我相信还是能够做到的 然后有网友就评论区说了 随小文的产后恢复 并非是就是随随随便便就剪下来了 肯定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运动 然后呢 金打川没有接受这一质疑 反而回怼说 你是他老公 还是我是他老公 天赋天赋天赋 就是天赋 而随后随小文也在评论区 现身幽默地力挺了丈夫的言论 他说还得是我老公 意思就是我老公当然了解我咯 从两人的互动也感觉 都是互相信赏的那种 在这儿也要恭喜 怪奇物语当中的小十一 今年刚刚二十岁的米利波比布朗 官宣了和邦纽维的乐队主唱 就是邦纽维的二十二岁的儿子 Jake邦纽维结婚的婚纱照 今天是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晒了出来 然后还配文 Forever and always your wife 而且正婚人也是我们熟悉的怪奇物语里 那个啪啪的扮演者马修莫迪恩 据了解这两个人已经甜蜜的恋爱了 有四年了 也就是说米利波比布朗那时候才十六岁 就陷入热恋中了 哇青春偶像剧的感觉 去年四月份小十一晒赵官宣订婚 然后今年五月两人被曝 已经秘密结婚了 不少的网友表示 感觉他还是个孩子 居然结婚了 真快啊 小十一都结婚了 所以怪奇物语的第五季 能不能也安排一下呢 在这儿要恭喜哦 年少成名 还能够遇到喜欢的人 走到一起结婚 真的是不容易啊 就在昨天 佟丽娅这位演员 所委托的律师事务所 公开了一封诽谤者的道歉信 称这位被告许某某 利用其注册使用的微博账号 公开发布了多条 针对佟丽娅的严重侮辱诽谤性博文 什么大稿全色交易 赔税小三等等一些不实的信息 随后呢 佟丽娅的工作室就发文称 本工作室已于2021年12月29号 发布过正式声明 现在我们再次重申 佟丽娅女士为离异 单身状态 从未有过任何 有为私得的不道德行为 也没有所谓后台或者特权 更没有操作封号 商品等行为 希望部分人士可以停止传播这种虚假的信息 也希望大家擦两双眼 不信邀不传邀 一起营造风轻气朗的网络环境 其实类似的这种传播虚假信息的造谣者 经常有 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是针对前两年的那位造谣者吧 而这位胡乱说话的网友 如今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就是在微博账号上公开道歉 也进行了一部分的金额赔偿 因为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呀 娱乐继续秀 今天又有幸来听music show 要秀一首新歌了 鸿门宴 这是点出史记 也是中国历史上很没人所知的一个历史典故 不过这一次歌手李荣浩 却是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历史故事 写成了和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一个主题 在史记的鸿门宴当中 刘邦赴项羽之约 利用功心之术 巧妙地将一场危机四伏的宴席化险为夷 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悬疑程度上来说 都是一个既精彩又惊险 还充满着谋略的故事 很多人也都把鸿门宴当作是历史故事 或者是战术谋略去理解去品味 但也忽略了鸿门宴这个故事的主题 也正是李荣浩这首新歌当中的重点 那就是时间 李荣浩的歌曲《鸿门宴》里有对抗 有遗憾 有不舍 有快乐 有疑问 有解答 在时间的喷条之下 这也是一场五味杂陈的盛宴 从设宴到彻宴 看似你无法支配 但你的选择其实同样完成了创作 比如回不去的昨天 以及曾经有过的朝夕相对 整首歌曲采用了密集的低音弦乐的音色 铺陈出密集和紧促的那种氛围感 作品也在这种铿锵的音律中 强调了音乐里的那些可惜和不舍 走远以及回味 Music Show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李荣浩所带来的新歌《鸿门宴》 品源上的课好多都记录着 回不去的昨天最难得 人们怀念这却不可得 那广花才开就写了 时间从来不会 大发自卑 问人墨水 难写出愿违 曾经顽固的跟世界对抗着 偷偷转转头发又白的 树叶有势力有势黄的 为什么苦过更快乐 世界从来不会 任人支配 朝夕相对 只能够回味 可惜白天 少年黑夜 日落的心能不能买一些 可惜今天 不能后退 是不是怎么都不给拖延 可惜明天 不会自卑 回忆的阴天都舍不得见 才发现时间 白了鸿门烟 曾经万不得跟世界对抗着 头头转转头发又白的 树叶有势力有势黄的 为什么苦过更快乐 世界从来不会 任人支配 朝夕相对 只能够回味 可惜白天 少年黑夜 日落的心能不能买一些 可惜今天 不能后退 是不是怎么都不给拖延 可惜明天 不管自卑 回忆的阴天都舍不得见 才发现时间 白了鸿门烟 可惜白天 少年黑夜 日落的心能不能买一些 可惜今天 不能后退 会不会 后不后退 无所谓 可惜明天 不会自卑 回忆只是走远 并非搁浅 才发现时间 扯了空蜿蜿 八卦天天有 娱乐天天秀 圈里的事情倒不完 圈外的人们听不够 欢迎收听 娱乐秀秀 走走走 走走 时间仍然在走 秀秀秀 娱乐还在继续秀 欢迎锁定我们的频率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我是主持人小发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娱乐秀 来关注即将要播出的一部 迪士尼动画电影 海洋奇缘2 最近发布了全新预告 以及海报 莫阿娜 在预告中这样说 毛衣和莫阿娜又合体 这次除了莫阿娜 毛衣还有超级抢戏的小猪胖胖 小鸡憨憨 预告中展现了更多 莫阿娜和她的妹妹 西米亚互动的场景 在影片中给莫阿娜配音的演员 奥利依卡瓦洛 所演唱的首支原生新歌 We are back 也同时揭晓 这部续集的时间点 设定在前作的三年后 莫阿娜不仅成为了组长 还拥有一个十分依赖她的 姐宝妹叫米西米亚 而莫阿娜再度受到了祖先的召唤 必须前往大洋洲的沿海 去完成先祖的意志 影片原本是打算拍成迪士尼家的剧集 但是现在改成了一部大电影上映 但是《海洋奇缘2》 并不是该IP的唯一新作 除了这部动画的续集之外 还有一部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正在制作当中 其中为动画配音的道恩强森 会在剧中出演毛衣巨人 并且担任制片人 奥里卡瓦洛虽然不会参演 但是也会担任执行制片人 动画版的电影《海洋奇缘2》 11月27号在北美上映 但真人版的《海洋奇缘》 将回到明年的6月27号和影迷见面 娱乐继续秀 来关注在明年陆续要上映的一些电影的最新的进展消息 像是电影《小人物2》的导演提莫塔哈亚托 最近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场际版》的照片 宣布影片已经正式杀青 该片就是由鲍勃·奥登科克 所主演的动作电影《小人物》的续集 这部电影《小人物》讲述的就是 平凡生活的hush 因为过于懦弱而引起妻子和孩子的不满 所以为了恢复自己的形象 他决定揭开自己的秘密过往 在枪林弹雨中来拯救自己的家人 所以《小人物2》也会接续第一部 继续讲述有着黑暗过去的无名小卒hutch的故事 这部电影已经定档是明年的8月15号在北美上映 另外明年有一部上映的片子也已经拍完了 就是侏罗基世界的新版电影《侏罗基世界重生》 官宣已经杀青 影片是由斯嘉丽·约翰逊 乔纳森·贝利 马赫沙拉·阿里等主演 根据官方的介绍 影片故事背景设定在《侏罗基世界3》 事件发生的五年后 地球的生态已经被证明 广泛不适合恐龙生存 所以剩下的那些恐龙就生活在与世隔绝 气候和它们曾经繁衍生息的环境相似的赤道环境下 而那个热带生物圈里 三个最庞大的生物掌握着一种药物 它能够拯救人类 所以一支勇敢的团队要从陆地海洋和天空 获取这三个庞大生物的DNA样本 电影《侏罗基世界重生》是由加雷斯·爱德华兹指导 《侏罗基公园》的一二的编剧《大卫凯普》来 撰写剧本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担任制片人 目前定档明年的7月2号在北美上映 还有一部经典僵尸电影《金变28天》的续作 叫《金变28年》 据了解也在拍摄当中 而且将全程采用智能手机来拍 用的就是iPhone15 而据了解7500万美元的预算 使该片成为史上成本最高 规模最大的手机拍摄电影 其实在近些年来 选择采用手机进行拍摄的导演不在少数 包括凭借阿诺拉 获得第77届 嘎纳电影节金钟旅奖的导演 肖恩·贝克的作品叫《橘色》 还有著名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作品 叫《失心病狂》等等 而之前的前作《金变28天》是2002年上映 讲述的是一种可以令传染者处于永久杀人状态的病毒 让伦敦在28天内变成了一座死城 而这位快递员是昏迷了28天醒过来了 然后他开始和其他幸存者一起艰难求生 并且努力寻找拯救未来的一线希望 电影《金变28年》是由《金变28天》的导演丹尼·鲍尔回归指导 朱迪·科默·亚伦·泰勒·约翰逊 以及拉尔夫·费因斯三个人主演 将于明年的6月20号在美国上映 哇 在这里真的是不得不感叹一下科技的力量 就说这小小的手机拍摄的功能日益强大 图像也越来越清晰 拍照片 搞视频 甚至还能拍电影 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做不到的 聊了这么多 今天的娱乐秀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 记住哦 心静自然良 让我们一起平平静静地度过这几天的热浪天气吧 我是小芳 稍后还有更精彩的新闻快出道 欢迎收听哦 拜拜 来 拜拜 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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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爱的季节 悄悄来到人窗亡 有一天发现它就在雪地上发达 让习惯了温室的情感快走出来 却感受清冷的空气 它虽然是你不太自在 初恋是一年长冬月里的雪 过程属于昨夜不要胡乱残雨 世界好比时代着温度的冰框 来不及街道它就进入了状态 爱的一站没有太长的月谈 匆匆的行程有深渊许多台湾 谈故事的心情还不算台湾 独自一人的时候 它虽然有下腰瓣 初恋是一日长冬月里的雪 过程属于昨夜不要胡乱 彩虽然是一日长冬月里的雪 彩虽然是一日长冬月里的雪 初恋是一日长冬月里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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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是夜里长冬夜里的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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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是夜里的雪 初恋是夜里的雪 兩愛是夜里的雪 星影 时尤诺 初恋是夜里的雪 精快小声 对这多恋有场 Carolina